记者继大人携线新竹报导响应政府推动全民体育活动 中华邮政公司18日在新竹中华大学举办中华邮政106年员工运动大会 本届运动会由新竹邮局首次承办竞赛分田赛竞赛大队接力拔河趣味竞赛等项目 另有啦啦队热舞表演现场热闹非凡 开幕典礼于上午8时30分举行 在新竹曙光女中一队前岛带领下来自全国各邮局的参赛选手们 随着坑枪有力的中华邮政进行区 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一序通过司令台 选手们各个精神抖擞夺牌信心满满 尤其当地主队新竹邮局啦啦队通过时 其热情奔放魅力四射的表演 更吸引全场目光令人惊艳 运动会由中华大学管乐队进行开幕演奏 升着原住民传统服饰 来自大坝尖山的泰雅族高燕林老师 引领全体运动员高唱国歌 里程并以客家主统礼炮替代圣火点燃仪式 百年传统客家礼炮欢迎所有贵宾的蒂林 为了让活动更加活泼生动 特别邀请曙光女中一队及中华大学竞技啦啦队表演节目 曙光女中高超完美的操枪演练 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与惊呼 中华大学竞技啦啦队高难度的抛街叠罗汉表演 将活动气氛带到最高潮 新竹邮局经理徐志宏强调 借由运动会各项竞技和趣味比赛发挥团队精神 并希望大家秉持运动家精神 尽全力争取团队荣耀 也邀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选手在运动会后唱游新竹 新竹的美食与盛景 都是值得品尝及探访 一定会让大家不需此行并留下难忘的回忆 此次运动会 邮政与地方社区结合 邀新竹市政府 歼石乡公所 五峰乡公所 曙光女中及永峰金控等机关团体组队参加去为竞赛增进联谊 总继含大宗客户联队 退休客户队在内共有32队 选手约2000人参加 两稳赛设计 呆